麻煩主席,国仇家恒民族的伤痛就建筑在我们的学生身上 当日这条题目出了来,你想想那些家长,我们几多人看人家是几个生气呢? 当日的日本侵华的历史,这样去伤害我们的民族,居然出现一条这样的问题,问你什么,利多于弊,就是荒谬之致 我现在想追问两个问题而已,第一,这条这样的问题,问你利啊弊啊这样, 根据刚才我们同事就说了,原来考试的marking scheme,九成是要你搭均匀作答的 现在这个marking scheme,到今天我们没见到,我想再追问一会儿考评局,你可不可以承诺拿回这个marking scheme出来 我们要看一下当日,在这份初步的marking scheme出来是多么荒谬 里面究竟的情况是怎样引导那些人搭利是可以有分的 我要搞清楚这个问题,还有,出了一条这样的事题,我相信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整个机制你们说有这么多对眼去看过这条事题,最后可以出来的 那就证明你整个考评局的机制有问题 我有一要求,考评局要解释清楚,你整个机制将来要如何检讨 好,还有啊,问责的问题,刚才我们同事已经说过了,考评局核下是有高级的职员 在早前公开发表过,没有侵华就没有新中国了,是企图公开美化日本侵华的历史 他跟这条事题的关系是什么,他有没有涉足过在这条事题里面 如果有的,你怎样惩处他,有没有要求他设职,炒了未 还有,整个机制有多少个先生老师牵涉在这条事题里面 容许这条事题这样出来的,将来的惩处机制我要求完全要明确 不是一个问题啊,是所有人都要涉事,如果有问题全部都要炒 好